从全美范围来看 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学生贷款借贷者 负债额度最高 平均每人担付近5万5千元的学生贷款 华府周围居民学生贷款数字最高 凸显华府都会区贷款业者集中 另外 维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借贷人的负债平均额 也挤身全美前五 排在前五名的州 还包含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 在三年多以前暂停学生贷款偿还进度 从那时起 美国学生贷款总额上升了1020亿 达到超过1.77万亿美元 最高法院在今年夏天 终止了拜登总统的学生贷款延期缴付计划 但现在仍有一小部分借贷人 无需偿还学生贷款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是教师 现役军人或是残疾人士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